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学校接女儿放学 途中他与前夫因为金钱纠纷爆发争吵 争执间蔡天凤受伤昏迷 随后他便被前夫一家人栽到了案发现场 并残忍杀害 他的尸体被前夫家人分成块 分几次烹煮运出 警方破门而入时 在冰箱里捡获死者双腿残制 还有两锅疑似混有人体组织的汤汁 两天后警方又在一个大汤包里 发现了蔡天凤的头颅 杀害蔡天凤的主谋就是他赠予豪宅的前加工矿球 矿球曾经在香港望角警署甚至 是当年的真机警长 2005年他因为牵扯到强奸案件自动辞职 当警察的多年经验 让他掌握了熟练的反侦查技巧 知己这个招数也是他交给家人 试图躲避警方查获的 此案件的凶残程度骇人听闻 在2023年的今天 居然还有如此凶残的案件发生 看完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香港已经许久没有发生过如此残忍的案件 有人评价说该案件的凶残程度 不亚于1985年发生的八仙饭店灭门案 而这种无马分尸的死法 与炮烙之心起敏 放在古代都是极其残忍的酷情 更何况是现在 人们还是对于佛教风水算命的内容都十分的虔诚 自然 蔡天凤的头击也请了做法事的 招魂的 因为蔡天凤是被肢解的 诅咒话说的碎尸万顿 而且还有部分没有找到 蔡天凤的灵魂无法回归本体 不管他真实还是迷信 我们也应该当民俗尊重 常言到处土为安 蔡天凤女士肯定是死不瞑目的 如果有鬼神的存在 他也肯定会化为厉鬼 找魔鬼邝家人报仇 我自己也喜欢这类玄学 就蔡天凤的名字做一个拆解 纯属于乐 请勿当真 蔡 草头及青红萝卜 延伸行肥为炖汤 即即为分尸之意 天 出头为夫 小心前夫 去头去点 凤 本该成凤 如果架错人 这个凤也不成立了 当然名字的拆解只是马后炮 去找原因而不能事先预判 因为人是在变化的运程中的 他如同一个三长路口 随时发生变化 可是就小心前夫一说 那么叫天的人很多 那都是小心前夫咯 那不是 每一个汉字 均可以作为万劫 那朋友会说 你不能预判 那不还等于零 人家结果出来了 人已经去世了 你拆解也毫无意义 那也不对 这个需要经常使用 把拆解当工作 这样才会有经验和感觉 越运用越有感觉 所以一个姓名拆解大师 或许可以精准拆解 我这样只能马后炮 这就是区别 一 我被自己做过姓名拆解 礼仪 牧主生发 子 即人丁兴旺 大吉 起 户口 则居 工作调动 事业顺利 大吉 君 宝盖 寓意 房 车 车马 富足 大吉 如此看来 我做房产职业是合适的 你会说 这完全是扯淡 牵强 硬凑的 我早说了 就当娱乐好了 我再来说一说 戴波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适合官场 公众人物 除非 你相当正直 二 戴波结尾名字的公众人物 一 吴秀波 吴 口舌是非 天下皆知 何乃饭碗 乃是你的 你的饭碗因为这件事丢了 注定是靠秀场 演艺圈吃饭的 在秀场引起的波澜 生于丝死于丝 不能胡来 二 黄海波 黄色 海浪 波浪 注定在色情方面引起一次轩然大波 名字就告诫了不要沾染色情 会毁灭一生的福报 你偏偏要往里边钻 三 周立波 周关门大吉 地 小人多 波不作解 有小人不断是非 或真或假 自己就更应该作证 一旦有把笔 就会害得家破人亡 这截下的小人 不止一个两个 自己挑起的波浪 自己应对 一辈子都在和自己战斗 所以有波名字的艺人 自己要小心 只要做得好 就不会命理和你对应 做不好的兄 都会一一对应 三 王 张 谢 李 四人名字拆解 王妃原来叫王静文 改名后 命运也流转 第一任斗尾 已经随着改名而无缘 而谢霆锋的八字和王妃是纯刻的 金刻墓 需要一个墓来化解 于是李亚鹏出现 鹏作为朋友出现 再优雅的离开 像一只孤独的鸟 而为了八字化盾 谢霆锋名字在钢上 再找一个草木名字的话剧锐气 于是张柏芝刚刚符合 也就是各找了代替 画八字相克的杀气 然后分别离婚 再在一起 其实以上都是我自己胡乱掐算的 不要相信哈 吃饱了饭没事干 信不信谁也改变不了事实 未来 就比如王妃四人组 肯定有一个悲剧人物出现 四者其应 四女孩子最忌讳什么名字 尽量不客气 聂心 王杰西 李玉 宋文文 这些早日的演员 名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名字最后一个字笔话多 可偏旁用了金属的名字 比较印记 我不建议女孩取名叫 新 叫玉 叫兵等等 这些名字在特定的职业 如果你的福报不能够承受 就会转为一种凶 在特定的环境中 被几率命中 很可能就早早离开 二八定律 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这样 不是所有的人 同时台湾和香港人 很是信仰宗教 所以很多老祖宗的东西 在这里反而流传了下来 这里的华人 主要信奉佛教跟道教 佛道两开花 每逢初一跟十五 他们必定会上香 或者是烂蜡烛 平日里求神拜佛的人 也不少 疫情前 黄大仙慈开放 必定是神满为宽 祈福者无数 其中还有许多是专门 从内地跑过去祈福的 香港诸多名商 即兴风水新密 包括一些港新 新途不顺 都会求得大师帮忙 改名换名 以求新途顺畅 某个双人组合 女子成员 因为前些年经历的坎坷 便找了大师改名 失业才有所起色 另外养小鬼 在香港也非常流行 后面我也会跟大家 说一说这方面的故事 旷家必然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 所以他们肢解尸体 一方面是为了逃避追查 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里 还有分散死者怨气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时代 车裂及胡马分尸 是最严酷的刑罚之一 因此极少被使用 最有名的车裂典故 是商鞅变法后 商鞅被处以车裂即行 冤死鬼地气最重 若放任不管 便容易化为恶鬼 行报复之事 将尸体分散各处 让其死后不能聚集 便能击溃怨气 让恶鬼无法滋生 从而压抑仇恨 当年项羽死后 尸首也被分葬在几处不同的地方 公元前2002年 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闻 司马迁在项羽本记中 记载过这样一段话 王毅举其头 与其相柔见争相往 相杀者数十人 醉其后 郎中其喜羊 其司马 吕马同 郎中吕胜 杨武 各得其一体 这五人都因为得到项羽部分尸体 而被刘邦封为侯爵 风光无限 而相王死后 唯有鲁城迟迟不肯投降 刘邦知道这里的军民 皆对相王忠心耿耿 便派人拿着项羽的头颅送到鲁城 这才让这些忠于他的百姓选择投降 由于楚怀王曾经封项羽为鲁公 所以刘邦就用鲁公的礼仪 将他的人头安葬在路程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市 东平县的旧县三村 只是除了山东外 安徽省河县 乌江镇 凤凰山 根曲抚抚全庄墓 都有霸王墓的存在 至于这两处墓地埋的是相王失守的 哪个部位便不得而知了 一旦萧雄死后失守 仍旧无法长眠一地 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项羽死前心中怀有不甘 若是怨气聚集取习地 很容易滋生冤魂恶鬼 所以才将其分尸而埋 如若枉死之人无法得到安息 怨气聚集在一处 久了便会作祟 1992年香港遇起凶伤案的死者 他被残忍杀害 抛尸公策 怨气没被分散 聚集在此地 最终化为尽先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